即将开始的是今天的亚洲之战 昆仑爵 轻量级综合格斗 洲际冠军 金腰带争夺战 And now it's time 昆仑fight MMA Intercontinental Title Fight 让我们一起认识一下 这两位争夺金腰带的选手 我是杨剑笛 我来自中国 这次呢 我的对手是来自日本的富三星 他在日本冲审市 号称空手道最强 我们想争夺的是 昆仑爵 MMA 轻量级 洲际冠军 金腰带 速度 力量 智慧 是我取胜的关键 A台上 不光我对手是谁 我扯你 永不提线 古山信 放马过来吧 在那一台上等你 首先有请蓝方选手 来自日本号称冲绳最强空手道的选手 日本からやって来的 古斯湾奴奴選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自日本的冲绳最强空手道 古山信27岁 职业战机发生4分3次KO 身高1米73 古山信长期在海外训练系统练习过空手道 拳击自由波及周道和巴西游数等等格斗器 曾获得过冲绳100人独守赛冠军 乌兰巴托柔树比赛冠军 以往在日本俄罗斯 外蒙普都进行过比赛 而这一次呢 他是第一次登陆昆仑 顽强的意志和强壮的体格 在擂台上呢 犹如一匹野马冲进尸数 今天呢 虽然是初次登陆昆仑 但是古山信已经把目标直指中华湖杨建平 是要夺取孤伦爵轻量级周际MMA亲腰带 有非常强劲的空手道的功底 还有非常综合的技术体系 我们看到跟他家出场的也是身着空手道的服装 在称重的时候呢 双方就已经是剑拔弩张了 来自于日本的冲绳最强空手道 屋山系 洪荒选手来自中国湖南常德 请告诉我 他是谁 杨建平 再说一遍 他是谁 杨建平 有请中华湖杨建平 我现在看见人 奥忽伤 我现在看见人 奥十许 是她最最爱的 我现在看见人 奥倦 中华股杨建平 我现场已经是飞腾了 杨建平国家级运动健将 终于度过格斗65公斤 金腰带持有者 杨建平在擂台上勇猛强悍 擅长的是度战猛攻 用最快的方法击倒过了小谷对手 曾拿到过德国柏林世界自由国际级标赛的冠军 也曾经拿到过龙之战 国际综合国际争霸戴67公斤级的冠军 而今天呢 在昆仑爵长得战的擂台上 杨建平将和日本的冲绳最强空手道 来争夺昆仑青两级州级MMA金腰带的头衔 而如今呢 杨建平呢 在昆仑爵是三战全胜 依旧保持着独败的记录 在上一场比赛当中 是郭伦爵南京战 敌局2分25秒就降服日本名将 我看到杨建平已经入场了 常德已经沸腾了 这就是中华虎杨建平 我们看一下双方的资料对比 杨建平25岁 顾山系27岁 身高呢几乎相当 杨建平32胜3副1平 顾山系8胜4副 三次KO 但是沐山系呢 是冲绳的最强攻守道 获得过百人足手赛的冠军 大赛一触即发 杨建平对 这是全场观众热切期待这场比赛 是的 这是常德是杨建平的家乡 是的 众所周知 杨建平是湖南常德人 今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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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面图子非常老 胡三信呢也是非常的近 哦 出来了 拿背 可以拿背 就是他非常地喜欢地面杂拳技术 非常重的地面杂拳 又这个胡三信解脱了 胡三信呢也是名不惜传 是乌兰巴托的巴西楼树 公开赛的冠军是长期在 又被压平了 又再一轮地面杂拳 有没有还到会被这个时候 松洁比赛呢 现在还不会 这个胡三信还在挣扎 而且在翻转 十字步 好 准备十字步 现在这个准备十字步 这个杨建平准备十字步 他有没有 不知道有没有 胡三信防住了 胡三信在防这个十字步 哦 这个胡三信非常的顽强 胡三信又现在是反转战权上位 胡三信的反转战权上位 他现在在 杨建平呢 现在是处于比较被动的位置 现在能不能反过来 好 奔定的反过来 站出了上位一个翻盘 再次占据上位 成奇 好 可以用杨建平 好 我这个下方翻转 龟桌防守 这个胡三信在龟桌防守 在前两次的龟桌防守呢 哦 落脚 好 手没有进去 光被落脚 但是是挂在了下半场 但是我们看不太清楚 看不清楚 到底有没有呢 现在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落脚 好 一定有了 他赢了 杨建平赢了 杨建平 东华 他也是一席裸脚 获得了 郭伦爵 轻量级 周级MMA的 头衔 现在是郭伦爵 轻量级 周级 王者 杨建平赢了 因为这个 陈哥赢的了新的荣耀 也可以说是 现在这个 大家看到这个是 现场的已经是非常的 非常的 中华虎加油 但是这场比赛 其实杨建平赢的 也是不容易引用 大概两到三次的被翻盘 对 非常的险恶 是的 有几次差点被反控制 是的 看到这个慢镜头 对 看到这个慢镜头 过胸摔 过胸摔 这个时候是优势的 但是呢 过胸摔是非常的 漂亮 但是呢 后来也是被翻盘了 有两到三次 十次过 但是没有成功 对 孤山系呢 有非常 一个 技巧性的防守 看 这是 没有孤山系 第二次的翻盘 完全解脱了 这个裸脚 这个裸脚 这个成功了 最后 我们是现在 我们陈辈老师 已经是 从我们解说台的位置 就看不到这个全台了 已经被这个 热情的观众所围绕 杨建平 中华虎杨建平 成为了 昆仑爵 首位 轻量级 洲际王者 非常精彩的比赛 非常精彩的比赛 启动人心 对 而且刚刚一上场的时候呢 双方也是剑马弩张 在这个场上裁判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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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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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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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到这个日本选手的 非常迅速的 还有一个加醒想去翻转 而且翻转成功了 而且他一直在控制这个杨建平 是的 看到这个非常具有技巧性的 十字骨的防守 看这个十字骨 非常具有技巧 但是被解脱了 非常具有技巧性 这个是最后一次 可以说是对于杨建平 是决定性质的 可以说是翻盘 从下位置翻转上位 排键认输 后背落脚成功 后背落脚成功 跟这位这个胡珊信的 经过裁判裁定 红方选手在第一回合 本场比赛 红方选手 在第一回合 两分钟背后落脚 相复获胜 and the winner 杨建平 从华舞杨建平 获得的胜利 有请 托伦爵大赛的创始 江华先生 赛事总监托尼辰先生 为杨建平翻发这条 洲际冠军的金腰带 看到这个汗水呢 已经是 见到了这个摄像机上 可见这场比赛的 多么的火爆 你看到 托伦爵赛事创始人 江华先生 以及托伦爵的联合创始人 以及赛事总监托尼辰先生呢 是举起了 托伦爵的清量级洲际 MMA金腰带 还有刚刚的 我们的 中搜作业的创始人 陈培先生呢 也到了台上 在任共同给 中华舞杨建平 系上这条 金腰带 而且呢 是给 有昆仑爵 和中搜 共同给予的 杨建平的 100万元 整的支票 中华舞杨建平 在自己的家乡 长得 击败了 来自于日本的 冲绳最强 空手道 孤山系 夺得了这场 比赛的胜利 我想我们应该把 创始交给 建平 平平建平 此刻 想要跟 家乡的父老说起什么 谢谢谢谢 我今天真的是 太激动了 因为 我打了比赛 从十几岁开始出去 在外面 大大小小的比赛 上百场 但是这一次 是我第一次 来到我的家乡 湖南常德 打这样一场比赛 而这场比赛 刚刚 在开始的时候 开场一点的时候 我就看到现场 这么多的观众 为我加油 真的 我作为一个家乡人 我特别的自豪 而且 特别为我们家乡 加油 特别感谢你们 让你给我位置 这场比赛 在一开始的时候 让我们 捏了一把汗 因为没想到 他的柔术 真的非常的棒 我们非常为你担心 你是怎么样 扭转过这局面 很快地战胜他 降服他了 说实话 在刚开始 把我摔倒以后 摔倒以后 我当时 其实我的头脑 非常的清醒 然后当时全场 一点声音都没有了 我知道 所有的 现场的 朋友们 我的家乡父老们 都给我捏了一把汗 那个时候 我知道我没有想多了 我这场比赛 我必须坚持下去 我必须去翻过来 所以是你们给了我力量 谢谢你们 同时 这场比赛 有这场比赛 我要感谢 感谢太多太多的人了 特别是前期 我们常德市的 各位领导 地方上的 各位前辈们 对我们的帮助 才有了困顿决战的比赛 同时呢 在这里呢 也特别感谢 昆顿决 这样的一个大舞台 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 感谢 我们昆顿决 所有的 所有的领导 同时 还有要感谢 特别感谢 中搜 因为刚刚 上来的时候 昨天 佩总说 如果你今天赢了 要给你一个惊喜 然后我当时 不知道是什么惊喜 刚刚拿了一个过来 因为去年的时候 佩总给了我一个惊喜 今天我刚刚 我要看一下 我说 那个上面写的是多少 然后 谢谢 今天呢 我们 记得不光是一场比赛 而且我们 有这样的一个比赛 来了很多的 很多的贵宾 真的特别特别感谢 而且 不远千里赶过来 而且 很多 中间出了很多的一些故事 但是 他最后 还是来到这里 在这里的话 熊小哥老师 我特别感谢 熊小哥老师 昨天晚上 本来是11点的飞机 但是飞机晚点以后 迫降到武汉 武汉年夜赶过来 说 他今天说 一定要给建平加油 我听到一句话以后 我真的 我特别感动 而且 到了以后 我想去 接待一下 然后 熊总说 你不要 那么的累 所以在此 感谢今天 到场的所有 朋友们 谢谢你们 感谢各位 在这里呢 同时也要感谢 江苏卫视 给我们 昆仑爵这样一个大的平台 让我们这样一个 大的平台上面 让我们的 功夫 让我们中国武术 走出世界 同时让 世界的武术 走进中国 谢谢你们 谢谢 不要丢吧 结束口 不动